无死31伤,浙江一隧道内货车起火,初步原因查明,细节曝光,8月28日11点57分,浙江高速交警发布该起事故的情况通报显示,车上所在皮革制品属翼燃品,车辆自然引起货物瞬间燃烧,火势难以扑灭,造成隧道内短时大量浓烟机具并扩散至对象隧道,已经进入隧道的80余辆社会车辆及人员滞留。 目前,事故车驾驶人已被控制,事故死亡人员善后及受伤人员治疗工作正在妥善处理中,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,从台州开往杭州经过隧道最高点时,车辆必须爬近4公里的坡,对普遍超载的货车来说,时速普遍会下降到5公里至10公里,远未达到高速公路规定的每小时60公里最低标准。